眼见吕宫拿不下韩森 王极骑士心中暗自惊讶 在我的王者领域之内 竟然还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这家伙果然非同一般 难怪能够打败白无常 韩森的力量不断爆发 才能够勉强拉着开领域的束缚 但是这样下去 力量消耗实在太大 一旦力量耗尽 终究不是这王极骑士的对手 心念一动 寻了一个机会 背后双翼震动 一个瞬移想要冲出王者领域之外 只可惜 龙翼的瞬移距离太短 一次瞬移只能一千里 距离王者领域之外 还有很远的距离 而那王极骑士 又已经持枪杀了过来 在王者领域之内 韩森根本没有可能 与他比拼速度 他是水系的王者 在高温之处 水系领域和水属性之体 定然会大把折扣 韩森一练至此 一边与那王极骑士战斗 一边向着大裂骨之中退了过去 在王者领域的束缚之下 韩森的动作 终究还是慢了一些 肩膀上被那王极骑士 扎了一枪 顿时感觉一股水流 冲入伤口之内 韩森咬牙瞬移 终于冲入了岩浆之中 那王极骑士冷笑一声 原本还以为你是一个人物 没想到竟然也是如此肤情 水系并未韩系 你当真以为 火系就是水系的克星吗 今日我就让知道 火系力量下的水系 是何等恐怖 说吧 王极骑士就直接冲进了岩浆之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王极骑士在岩浆中的速度 依然极快 韩森还是没有能够 冲出他的王者领域 更可怕的是 王极骑士的水质领域 受到了岩浆的加温之后 水波化为灼热的蒸汽 不仅束缚力量变得更强了 而且还附加了 比岩浆更可怕的高温 几乎要把韩森身上的 鲜河龙虾抬甲融化 韩森顿时知道自己弄巧成拙 这个王极骑士 是纯粹的水系 并非寒冰之类的阴冷力量 火系固然可以克制水系 但两者并非纯粹的克制关系 有时候 火系的力量 也可以助长水系的威势 使之拥有更加可怕的高压力量 王极骑士显然掌握有这种技巧和力量 岩浆海的高温 反而助长了水系领域的力量 令韩森的处境变得更加坚弱 原本的水波受热之后 化为了高压蒸汽 对于韩森的身体压迫 束缚得更加厉害 还有那恐怖的高温 更是让人无法忍受 简直像是被丢进了超级高压锅里一般 如果不是韩森的兵机玉骨肢体 强悍无比 换成一般的公爵 在这里 恐怕已经被他的王者领域给煮熟了 这些王级的家伙 一个比一个难缠 韩森心中暗自叫保 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 把自己能够动用的力量 都给用了出什么 来自混乱心域的指尖火压兽魂 能够形成一个火系的光环领域 能够给韩森附加火系力量 以及增强对火系力量的抗性 现在使用出来最为合适 不过指尖火压兽魂 韩森只有一个侯爵挤的 作用不是特别明显 但也让韩森好过了不少 金属木偶兽魂也被韩森召化了出来 虽然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不过都在这时候 只要是增益效果 先用上了再说 说不准就有点用了 可惜魔虫王结界都被韩森留给了寒眼他们 免得他们遇上意外 鸟窝又被小红鸟给吸收了 韩森也没有更好的防御手段 金属木偶的光环一出 韩森脚下顿时出现了一个黑色齿轮光环 在那齿轮光环旋转的同时 也给韩森的身体 镀上了一层黑色金属光纸 韩森只感觉自己的力量 变得强大了不少 而且力量属性似乎变得无间不摧 好像附带了锋利属性 一刀斩下去 原本十分困难 才能够撕裂的蒸汽束缚 感觉上也轻松了不少 难道金属木偶光环 是增强力量和锋锐的光环 韩森没有时间多些 咬牙继续向着岩浆海深处退去 现在韩森也没有别的退路 打算要退向那座岩浆中的岛屿 看能不能碰上岩浆群 和那只蓝色金属 借助他们的力量 也许有机会反败为胜 韩森挥舞定破雷神刺 留下一道道的雷电丝 可是那些雷电丝 在领域之内无所遁形 被王级骑士直接爆发力量摧毁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韩森身上又挨了一枪 虽然不是要害 可是却有一股水流冲入他的体内 沿着经脉冲击 韩森运转咒语的永恒固化能力 把那水流附近的血肉经脉全部固化 这才阻止了那股力量 在他的身体内蔓延 这样的伤口 在韩森身上已经有好几处 但都不是要害位置 那王级骑士心中也是有些惊讶 虽然他没有能够伤到韩森的要害 可使用了毒液基因术 别说是一个公爵 就算是一般的王级强者 基因也应该已经被毒素基因给污染了 轻则瘫痪 重则直接毙命 而韩森竟然还能够与他继续战斗 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实在让他有些废弃 韩森心中暗自皱眉 他已经快要接近那座岛屿了 可是却始终没有看到岩胶群 正在思索之间 韩森只感觉身体一空 人已经冲出了岩浆 进入了那片熟悉的空间之内 王级骑士也跟着冲了进来 看到岩浆苍穹和下面的岛屿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金刚星的地心之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韩森目光向着湖泊之中看去 却没有看到 之前泡在里面的蓝色金属狼 也没有看到那一群岩骄 不由的心中暗自叫苦 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一个都不在 韩森身体再次瞬移 又靠近了湖泊一些 一边挥动定破雷神刺 抵挡王级骑士的攻击 一边用动旋气场 疯狂扫尸四周 突然心中一喜 那只蓝色金属狼 竟然潜到了水底 他在湖底沉睡 没有犹豫 韩森拼着又挨了王级骑士一枪 如同离弦之剑般 射入了湖水之中 直接向着湖底的蓝色金属狼 游了过去 王级骑士自然也冲了下 因为金刚星之上 没有神话级的意准 他根本无所畏惧 只是他这一入水 顿时就惊动了沉睡于湖底的蓝色金属 韩森入水的时间 已经尽量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入水的姿态 更像是跳水队员一般 美妙心灵 尽量把水花压制到了最低限度 不让湖水产生太大的波动 可是王级骑士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步骑 嗨着王者领域就冲了下来 王者领域把大半个湖泊 都给笼罩了进去 湖底的蓝色金属狼 自然也不例外 原本沉睡在湖底的蓝色金属狼 顿时炸了毛 一下子站了起 全身的金属狼毛倒数 发出一声惊天的狼嚎 湖水瞬间炸开 整个湖都像是喷泉一般 所有的湖水 都被炸喷了出去 还好他有星河龙虾 这件王级铠甲部体 否则只是蓝色金属狼 这抖身之力 恐怕就能把他全身的骨头 全部震碎 好恐怖的利润 这头蓝色金属狼 到底是什么等级 韩森心中惊疑 另外一边的王级骑士 却是脸色惨变 身体瞬间凝在空中一动不敢动 那只蓝色金属狼 站在已经没有水的屋底 一双幽蓝的狼目盯着他 让他感觉 如同被死神盯上了一般 心中产生不安的嫉妒 身体都止不住地打仗 生出强烈逃走的欲望 可是他却不敢转身逃走 仿佛只要他一转身 那头蓝色金属狼 就会直接扑上来 把他连皮带骨头一起吞下去 漫天湖水落下 一人一狼隔空对望 王级骑士的额头上 却已经满是冷汗 水系的王者领域 不能给王级骑士任何安全感 被蓝色金属狼盯着 王级骑士额头上的冷汗越来越多 顺着脸颊流下来 依然没有能够给蓝色金属狼 造成任何麻烦 蓝色金属狼的身影模糊了一下 再出现十大嘴 已经咬到了王级骑士的身体 王级骑士的身体被咬住得差了 似是水一般爆散开来 身上的铠甲和武器 都被直接碎烂吞噬下去 从金属狼口腔中爆散出来的水 却再落下来之后 又凝聚在一起 化成王级骑士 王级骑士毫不犹豫 快速地向着岩浆苍穹之中逃去 这家伙竟然还是一个黄级族 这应该是水系的黄体吧 韩森看着王级骑士所化的水人 逃向岩浆苍穹 哪里肯 让他就此逃走 立刻挡住了他的去路 定破雷神刺 直接对着水一样的身体刺了过去 我乃十六皇子 速速让开 那王级骑士大叫 他倒不是害怕韩森 而是后面的蓝色金属狼 已经把他身上的铠甲和武器 都被吞了下去 正准备再次扑上来 若是被拦住 恐怕又会被蓝色金属狼攻击 现在他已经很确定 蓝色金属狼 肯定是神话级的恐怖存在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性 他的万元水皇帝 在神话级强者面前 也没有太大作 能够侥幸逃脱一次 已经很不容易 王级骑士为求能保住性命 自爆皇子身份 韩森文言 哪里肯性回队 我还是你爹白黄呢 说着一手拍着血泄欲 一手就把琵琶作响的定破雷神刺扫过去 打算先把这个王级骑士拦下来再说 王级骑士看到下面的蓝色金属狼 即将再次扑过来 根本没有时间让他犹豫 猛的一咬牙 竟然不闪不闭 直接迎着韩森的定破雷神刺冲了过去 来得好 韩森哪里会手下留情 定破雷神刺 直接就刺进了王级骑士的本元水皇帝之内 这定破雷神刺玩意儿 连半部神话都抵不住 韩森不幸 一个王级的皇帝就能硬扛下 定破雷神刺刺进了水壮的身体之内 银色的雷电 顿时在那水中闪烁跳动 把整个水壮的身体都被垫得发亮 可是被垫到的水体竟然没有后退 只听那王级骑士惨叫着 却依然向韩森撞了过去 硬生生撞在了韩森身上 水一样的身体撞在韩森身体 顿时破碎开来 淋了韩森一身 韩森顿时惨叫一声 水中的雷电传到他身上 把他垫得直抽抽 头发和汗毛一瞬间都竖了起来 差点就从空中摔下来 而下面的那头蓝色金属狼 对着这边长嚎一声 看起来似乎准备再次突击过来 韩森强自忍受着身上的麻痹 背后双翼一阵 顺移回到了岩浆之中 韩森顺移到岩浆中之后 快速地冲向了岩浆上方冲去 可是却感觉身上有些不太对劲 刚才他被王级骑士身体所化的水淋了一身 似乎是渗透进了他的身体之内 韩森明显可以感觉到 有一股似是水流般的力量 正向着他的细胞之内渗透 你在干什么呢 给我出来 韩森冷哼 你以为本皇子愿意这样吗 如果不是你把本皇子逼到这种地步 本皇子又岂会使用万本归原术 与你的身体融合 我堂堂黄极族血脉 融合你这种垃圾种族的身体 那是你天大的福分 奇怪 你竟然有一丝黄极族的血脉 天助我已 可惜就是太淡了 总比没有好 那王级骑士的身体 从韩森的身上传出来 仿佛韩森的细胞 都在证明发音一般 韩森心中微微有些郁闷 早知道如此 就不去拦这个家伙 自己直接走人 就什么事也没了 这个自称是十六皇子的王级骑士 使用的显然不是入侵神识的夺体之谱 而是直接入侵他的细胞 想要同化他的身体 那什么 你真是十六皇子 韩森一边暗中使用力量 想要阻止内部力量 入侵他的身体 一边问道 本皇子白衣 韩森身体内的声音回道 那个皇子大人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就当以前的事都没有发生过 你从我的身体内出来 我们各走各的如何 韩森连忙说道 现在知道怕了 可惜已经晚了 万本归原术一旦发动 就连我自己也无法逆准 必须要将你的身体完全同化为止 白衣冷亨 想想办法吧 韩森已经尝试了多种力量 兵机玉骨 血脉命神经 都阻止不了内部力量 入侵他的身体 你不必再浪费力气 说了是万本归原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与你化为同源 融入到你的细胞 甚至是基因当中 再逐渐同化你的细胞 改变你的基因 让你最终成为我 白衣淡淡地说道 这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吗 韩森心中顿时 有些郁闷 一般的生物抢夺身体 都是直接入侵意识 可是这家伙 却是反其道而行 从身体开始同化 正好避免了入侵滚海之后 被非色晶体开减 直接消灭的恶欲 现在白衣的本源水黄体 已经入侵到了韩森的细胞当中 想要解决它 就必须破坏掉自己的细胞 那就等于是毁灭自己的身体 顿时让它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之中 随着本源水黄体 对韩森身体的同化 韩森明显已经感觉身体 产生一些变化 享受你最后的生命吧 很快你就会变成我 我也会接收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身体和意识 还有你的一切记忆 只要是属于这具身体的一切 终将会归本皇子所有 白衣冷笑着继续说道 你太天真了 韩森冷笑了一声 咒语的力量发动 一个神秘的符号 侵现在韩森的额头之上 永恒固化的力量 作用在自己的肉体之上 顿时把他的身体 固化在现在的状态之下 不会再有任何改变 这是什么力量 白衣顿时惊慌地叫了起来 韩森也不回答 永恒固化的力量 作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把身体固化在现有的状态之下 让白衣的本源水黄体 也一起固化 没有办法再继续入侵 韩森的细胞 也难以再退出来 不过永恒固化 只能维持现状 并不能清除掉 入侵的本源水黄体 白衣 现在你最好老老实实 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这个力量虽然禁锢了 万本归原的这个过程 但是你的身体 却也一样被禁止 一直持续在这种状态之下 无法再有任何改变 你也奈何不了本皇子 韩森也不在意白衣的 只是问道 你一个皇子 为什么来圣骑士乐园 还要抢夺区区一个金属木偶尸体 怎么都觉得 这是不简单 圣骑士乐园这种地方 是给轻微骑士准备的 皇子皇女一般不会来这里 更不可能 因为一个公爵级的金属木偶尸体 和他站到这种程度 否则本皇子 哪有闲情意志来这里 韩森文言 顿时就明白过 白凌霜就是识皇女 也就是与白衣最为不合的那一位 细细行 之前刚到空间站 就碰上白无常 现在又是巧合的遇到白衣 显然不会有这么多凑巧的事情 恐怕白无常的事情 后面也有白凌霜的影子 虽然还没有见过白凌霜 不过韩森 对于这个女人的为人和手段 都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白凌霜让你来杀我 韩森又问道 那倒没有 总之那个卑鄙的剑人 本皇子以后 一定会让他好看 白衣显然不想再说这件事 应该是被白凌霜设计 才会来这里 结果却吃了这么大的亏 无论是韩森还是白凌霜 现在都已经被白衣 记在心里面的小本子上 欲杀之而后快 那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还是先谈谈我们的事情 你现在想要同化我的身体 已经不可能 说说看 你有什么打算 韩森淡淡的说道 白衣冷恒 万本归原一旦发动就没有退路 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 本皇子一定会把你同化 而你的这种力量 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你的身体终究是本皇子 你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 韩森又认真地问了一遍 只有你死我活这一条路 白衣一脸堵定 显然他对自己的万本归原术很自信 原本还想要给你留一条活路 既然你自己不一样 那就怪不得我 韩森清探 在帝皇之国内杀死一位皇子 这绝对是非常疯狂的事情 肯定会被白皇追查到的 黄集族的高手太多 诸多白先生这样 精于推算之类特殊基因能力的强者也不是 韩森不知道自己杀死白衣的话 会不会被查出来 所以一直不愿意吓死时 现在却没有更多的选择 白衣既然没有办法分离出去 只要让白皇知道 白衣在他身上 一定会帮助白衣 红化他的身体 所以只能先下手为强 白衣一脸清理 现在我已经融入到你的细胞之内 就等于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除非你杀死自己 否则我就是不灭的 你又能如何 白家的人如果都像你一样 天真就好了 韩森轻叹一声 白衣确实是他见过最弱智的白家人 就连白威都比他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被白凌霜射击利用还不说 还这么嚣张 不知道死活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在黄机族内 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活到现在的 也对 像这样的弱智 应该也没有谁会真的在意他 想要把他置于死地吧 白衣被逼无奈之下 用出万本归原 想要同化韩森的身体 可被韩森的固化能力给固定住 此时韩森 在听到白衣不能主动终止同化后 韩森心念一动 眼睛中一点赤白之色荡漾开来 随着那点赤白之色开启 韩森的身体 渐渐被圣洁的光滑包裹 原本的血肉之躯 向着光滑的神灵肢体转变 这怎么可能 白衣骇然惊叫 他发现自己的本源水黄体 竟然从韩森的细胞之内 被剥离了出来 更让白衣感到惊弱 是 他的本源水黄体 在那股力量面前 竟然显得十分低烈 基因上的差距 让白衣发自本能的恐惧 那是什么力量 为什么连我的黄体 都会感觉恐惧 这不可能 我们的黄体 最世间最强大的体质 是最强大的基因 不可能有比我们更强的基因存在 白衣感觉自己的本源水黄体 一滴一滴被剥离出来 而且还被那股力量压制得无法动 心中越来越惊恐 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淡定 韩森也不理会白衣 整个身体已经完全超级神灵化 在超级神灵状态下 硬生生把白衣的本源水黄体 剥离了出来 本源水黄体的基因进化程度很高 可是在超级神灵体面前 却是如同杂质一般 一滴滴如同清泉般的液体 被剥离出来 不要杀我 我可以分离出来 白衣终于感觉到了恐惧 本源力量正在快速地被韩森炼化 他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公爵 竟然拥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因为绝对力量不是很强 也许只能达到王级的程度 可是那种来自基因上的压迫感 却让白衣清楚地知道 对方的基因 比他的本源水黄体更高级 已经太迟了 韩森身上的超级神灵力量越来越强 既然已经出手 他便不会再留下任何后患 你不能杀我 我是十六皇子 是白皇之子 白衣的声音渐渐消失 在超级神灵体之下 他的本源水黄体 已经被快速炼化 也只是片刻时间 本源水黄体 已经被炼化成了一滴水 精灵剔透 好似无瑕的水晶 系统提示 猎杀突变王级一种本源水黄 发现突变一种基因 韩森从超级神灵状态退出来 感觉身体无比的虚弱 随着他的体质和等级提升 能够保持在超级神灵状态的时间 也在逐渐增加 可是负担依然很大 难以长时间保持超级神灵状态 不知道晋升神话之后 能不能长时间使用超级神灵状态 韩森心中想着 便把那一滴水吞入了腹中 以血脉命神经和血脉掠夺术 将其炼化 与炼化龙液和石牛突变基因相似 血脉命神经将内滴水炼化之后 韩森顿时又拥有了一种血脉基因的力量 只是这一次 却是王级的血脉基因力量 韩森心念一动 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化为透明的液体 整个人看起来都好像是水做的一般 本源水黄体的力量嘛 韩森心中微微一喜 心念一动 顿时水波自身体内荡漾开来 形成一个水系的王者领域 与白翼之前使用的时候一模一样 要是能够多弄几个王者突变一种基因 甚至是神话级的突变一种基因 那就真的无敌了 韩森对于血脉命神经和血脉掠夺术 更加的喜爱 不过现在有点口疼 杀了白翼不然得了许多的好处 可是白翼一死 白黄绝对会追查到的 想要洗脱嫌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且不说白鳞霜知道 白翼肯定遇到了自己 就算白鳞霜不知道 黄机族内也不缺乏白先生那样的强者 说不定就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术 可以直接锁定他这个杀死了白翼的凶手 韩森一直开着动旋气场和紫蝶神同镜 把所有有可能留下的痕迹都给抹除 唯一让韩森比较庆幸的是 他在超级神灵体状态下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应该也不会有人查得出来 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超级神灵体万法不清 也不可能被基因术追查到 但是白翼始终是在自己出现过的地方死去的 金刚星之上又很少有其他骑士到来 就算没有足够的证据 谁也不能保证 白黄会不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韩森没有继续留在金刚星 带着金属木偶的尸体 离开金刚星 打算回去好好计划一下 万一事情暴露 要怎么逃出黄疾族 实际上 韩森已经有了立刻逃出黄疾族想法 继续留在这里实在太冒险了 刚刚离开金刚星来到空间站 正在大厅内等待离开的飞船 却见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在韩森对面坐了下来 目光上下打量着韩森 十六弟 你竟然使用了万本归原 女人一脸的惊讶 韩森心念一动 学着白意的语气冷哼 能够把我逼到这种程度 那个韩森倒是有几分本事 白灵霜 你故意坑我 白灵霜哥哥笑了起来 十六弟 这是你自己要去的 与我有什么关系 不过你融合了韩森 模样倒是顺眼了不少 白灵霜 韩森念冷四冰 本源水黄体爆发 整个身体都化为透明的水 同时水系的王者领域也扩散来了 把整个空间站都笼罩在内 十六弟 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白灵霜站在王者领域之内 却是依然镇定自若 那恐怖的水系领域 对她好像没有任何影响一般 只见白灵霜身上 散发着淡淡的蓝色光韵 加上她的美丽容颜 和凹凸有致的高挑身材 整个人都宛若自神界而来的女神一般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难以沾染她的身体 随着白灵霜身上的蓝色光韵蔓延 韩森的水系领域竟然被冻结 在白灵霜的意挥之下破碎 掉了一地的冰渣 韩森心中意里 白灵霜显然已经是半步生化 而且还是顶级的那种 实力远在白衣之上 白灵霜打碎了水系领域之后 身上的蓝光散去 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 我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也不会忘记 后天晚上你去夜魅城 该你的我不会少你半分 说吧 白灵霜就要起身款款离去 不过走了两步 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过身来打量着韩森 十六滴 你竟然融合了韩森的身体 如果不利用你行 岂不是太浪费了 你想怎么样 韩森一脸气愤 白灵霜理了李俄前的金色卷发笑道 韩森带来了一头半步神话一种 你可以先把他的东西都接收回来 我看过那只一种 基因很不错 很有机会晋升神话 有此一头一种 你绝对不亏 还有你说 这我当然知道 韩森一脸亲密 记得后天晚上夜魅城 白灵霜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空间站 韩森神色变换不定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他必须要尽快做出一个决定 白灵霜显然认定 白衣已经杀了韩森 事实上 换成一般的公爵 确实早就死了 就算是同样的王级强者 能够在白衣手下 活命的几率也很低 而对于韩森有利的是 白衣使用了万本归原术 这一点白灵霜已经知道 而使用万本归原术之后 白衣就会占据韩森的身体 变成韩森的模样 以后才会慢慢转变回去 而现在韩森又拥有了本源水皇体 他有条件冒充白衣 成为王级族的十六皇子 这比让白皇知道 白衣已死 展开调查要安全很多 唯一不利于韩森的是 万本归原成功之后 白衣可以接收韩森的一切 包括韩森的记忆 可是韩森却只炼化了白衣的突变基因 得到了本源水皇体 记忆什么的 却是一点都没有 想要冒充白衣 其中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很有可能会被拆穿 现在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只能试试看 韩森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思索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 可惜韩森对于白衣 平时的为人不太清楚 以短暂的接触来看 白衣应该是一个急功近利 不太有远见的家伙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去 把血淇琳他们带住 再去白衣的住处 心中有了决断 韩森便不再犹豫 事已至此 无论如何都要搏一搏 去封玉星的途中 韩森给一个通讯号码 发了一条消息 是用密码文写的消息 这是之前白先生交给他的 通讯号码自然也是白先生 白先生只是说 有紧急事情 可以用密码文 发一条信息去这个号码 他会想办法 与韩森取得联系 密码文很简单 并不是叙述 韩森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告诉白先生 他有特殊紧急的事情 发了短信之后 韩森就耐心的等待着 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他的通讯器就响 一条陌生号码的信息 发了过来 韩森打开一看 通讯是用密码文写成的 韩森很快就看明白了 那是什么意思 继续做下去 你需要的资料 白衣 并且冒充了白衣的事情 那个他 毫无疑问 指的就是白衣 这条密码文信息 就算被别人破译出来 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虽然不知道白先生 到底是怎么知道 不过连白先生 都让他继续冒充下去 想来 这应该有成功的可能性 白先生所指的资料 应该就是白衣的资料无疑 能够拿到那些资料 应该就可以对白衣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冒充起来 也会比较容易 问题 是他现在对白衣 一无所知 到目前为止 他根本不知道 很容易暴露身份 白先生所说的资料 到底在什么地方 韩森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一直等韩森到达 风玉星的时候 白先生也没有信息再传过来 显然他所能 给予韩森的帮助 就只有这些 否则不用韩森去问 能做的他 肯定都会去做 韩森在网上 搜了一下白衣的资料 得到的资料 也不是很详细 只知道 他是白黄的帝氏六子 擅长水系列 为人特别嚣张跋扈 他的母亲 是海妖族的圣女 不过在前些年 就已经去世了 这让韩森微微松了一口气 只子莫若母 若是白衣的母亲还在 恐怕见上一面 就会被拆穿 至于白黄 韩森反而不是特别担心 白黄那么多的子女和儿孙 除了一些特别受宠 没几个能够经常见到他 白衣显然不是特别受宠的那种 海妖族早就已经灭族 白衣的母亲 也是在灭族之后 投奔黄疾族 被白黄内为妃子 白衣基本上没有什么靠山 只是一位很普通黄子 自食甚高 却又贪图一些小力 没有太大的剑术 并不是很受白黄重视 一直没给他太好的发展机会 虽然白衣的年纪比白薇大了许多 但到现在为止 也就只有一颗星球 不过他的星球在资源方面 比白薇要好很多 支撑他晋升到了王级 但也仅此而已 想要更进一步 资源方面已经不足了 韩森所能了解的也就这些 至于白衣的星球之上 还有什么人 他有什么心腹朋友之类的 网上都搜索不到 就连那颗星球长什么样子 上面都有什么建筑 韩森也没有找到照片 依然还是一无所知 到达了风玉星 韩森直奔血麒麟 他们所在的住处而去 白薇还在地缘之中修行 并没有在风玉星 韩森直接把宝 血麒麟和小红鸟都带上 二话不说 又出了风玉星 乘坐飞船前往白衣的水玉星 水星玉倒是星如其名 整个星球的绝大部分地方 都被水包裹 偶尔才能够看到几座小岛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海内的各种生物极多 又适合水属性肢体的白衣修行 算是相当不错的星球 韩森没有在星球表面 看到城市之类的地方 心中想着 很可能城市是在水下 如此一来 韩森就有些犯愁了 他根本不知道 白衣的城市 在水下的什么地址 这么胡乱去找的话 岂不是让人怀疑 他若是白衣 自然不可能连自己的家 在哪里都不知道 还要潜入大海之中去 四处乱走 韩森进入水玉星的大气层 正暗自发愁 却突然看到 有一个身影破水而出 向着空中的韩森赢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 竟然敢擅闯水玉星 那身影踏浪凌空 瞪着韩森贺问 韩森打烂那人 却见是一个蓝色长发的少女 只是那少女 与一般的黄鸡族不同 她的耳朵像是一对蓝色的鱼鳍 而下半身也没有捅 是一条鱼尾 与家内族有些相似 但又不太一样 这应该就是海妖族吧 韩森心中暗倒 连本皇子都不认识了 而且拉到了自己面前 皇子殿下是您那 海妖少女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韩森 跑一会儿才发应过来 皇子殿下 您使用了万本堆元术 知道还说那么多废话 还不快去收拾收拾 等皇子要立刻闭关童话身体 韩森冷恒 同时收起了水系王者领域 把那海妖少女给放了出去 恢复自由的海妖少女 立刻对韩森变得恭敬起来 厉厉尊命 说着海妖少女就一甩尾 向着海中前去 韩森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 很快就看到 在大海之间 有一座像是童话中 海底城的美丽海城 出现在他眼前 整个城市都被一股 神光的蓝色光运包裹 与海水隔离开来 看起来非常的神奇 果然这里的环境 比风玉星不知道好了多少 韩森心中暗道 人已经跟着海妖少女 进入了海底城 出乎韩森的意料之外 从外面看起来 光鲜亮丽的海底城 真正进入之后 却到底都是尘土和垃圾 很多建筑看起来 都已经年久失修的样子 而且这么大一座海底城 住个上亿人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进入海底城之后 除了海妖少女梨梨之外 竟然连一个活物都没有看过 看起来这个石榴皇子过得 也不怎么如意 韩森心中暗道 走到广场上的时候 韩森和宝都瞪大了眼睛 只见原本十分漂亮的 一个海洋广场上 现在不仅到处都是垃圾 更可怕的是 那里堆着许多的头颅 看起来应该是来自 不同种族的生物 在广场上面堆积如山 凝固的血仙 已经把广场染成了暗红色 可是在广场上面 只看到了干瘾的头颅 却没有看到尸体 这里不会真的就只有 黎黎这么一个活物吗 韩森心中暗自惊讶 穿过了广场之后没多远 就来到了一个 看起来十分华美的宫殿前 这里看起来总算是干净了 而且在宫殿的门前 还有骑士在守卫 只有黎黎一个该多好啊 韩森心中叹息一声 黎黎在前面引路 韩森跟在他后面 走到宫殿前的时候 两个守门的护卫 却突然间把手中的 长兵器交叉 挡住了黎黎和韩森的去路 两位大人 劳烦两位通报一下 黄子妃 黄子殿下回来了 黄子殿下 哪里来的黄子殿下 一个守卫冷哼 韩森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就算白衣变成了 韩森的模样 那些守卫不认得他 可是也没有道理 用这种语气说话了 他们说到黄子两个字的时候 语气之中全无尊敬之意 韩森思索之时 黎莉已经把韩森 使用了万本归原的事情 解释了一遍 你们在这里等着 那守卫听完之后 上下打量了韩森几夜 随后就向着宫殿内游了过去 韩森心中感觉更加古怪 这两个守卫已经知道 他就是白衣 竟然还敢这么对他 这就有些不一般了 那两个守卫也是海妖族 按理说 白衣是海妖族圣女之子 就算不看他的皇子身份 也没有道理这样对他 韩森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能暂时隐而不发 打算先看看情况再说 皇子殿下 您不要生气 皇子妃她最近心情不太好 您就先忍一忍先 黎莉有些担心地安抚着韩森 韩森心中顿时一动 二话不说 直接一巴掌抽在那守卫的脸上 本元水皇凝聚出的力量 顿时把守卫抽飞了出去 撞在宫殿的门柱上 顿时狂喷鲜血 挣扎了好几下 也没能爬起来 韩森也不说话 阴沉着脸往里面走 黎莉却是面色如土 连忙跟上来对韩森絮絮叨叨 皇子殿下 您这样不好 会惹皇子妃生气 韩森拍了拍一旁的血麒麟 冷冷地对莉莉说道 今是不同往日 她生气有什么了不起 你少说废话 还不快去收拾东西 莉莉微微懦懦 还没有等她说什么 却听到一个清朗的声音 从宫殿之中传出来 一头半步神话一种 就给了你这么大的勇气吗 说完 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勇气谈不上 我只是不想回自己家 还需要向别人通报 韩森淡淡地回答 女人神情朗的下人 看了韩森一眼 有些蔑视 堂堂圣与血脉 竟然连对付一个公爵 都要使用万本归原 你倒是 还有脸说这些话 我的事和你没关系 韩森四世有些暴躁 你的事 我也没有心情管 但是这是最后一次 你敢再动我的人一下 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说吧 那女人就不再理会韩森 让人抬了 被韩森打伤的海妖守卫去治伤 她自己则走回了宫殿中 那些去看海洋 所谓的海洋 看向韩森的眼神 都有些愤怒和惊愿 却唯独没有应该 对一位皇子和主人应有尊敬 看来这个白衣过得也很惨 她这个皇子妃 到底是什么来历 看起来不一般呢 韩森心中暗道 直到那位皇子妃 回到了宫殿内之后 李李才松了一口气 皇子殿下 我们快走吧 别再惹皇子妃不高兴了 韩森冷哼了一声 这才跟着李李一起往前走 和韩森想的有些不一样 原本韩森以为 白衣好歹也是一个皇子 这里是他的地盘 他自然应该住在最华丽的宫殿中 可是谁知道 李李却带着他从侧门进去 绕了一圈 来到一处小楼之内 韩森暗自皱眉 如果不是他 一起用动旋气场观察着李李 知道李李应该不是那种会演戏的人 他甚至都有些怀疑 这是不是试探他的一个陷阱 哪有皇子在自己的地盘住这种地方 李李推门进去 皇子殿下 您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就给您收拾好 韩森见小楼里面 平时应该都有在打扫 已经非常干净整洁 便对李李挥了挥手 不用了 你去休息吧 我要同化这具身体 暂时不要来打扰我 我有事自然会叫你 李李应了一声 挥到了楼外 把门从外面带上 韩森为避免接触暴露 借修炼的借口闭关 皇子飞此时正站在宫殿阁楼上 看着花园中韩森所在的小楼 微微皱眉 圣语殿下 白衣他真的使用了万本龟元 一个十分苍老的海妖 站在皇子飞身后 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应该没错 他身上有万本龟元 使用后的特殊气息 而且他的万元水黄体 和水质领域不会有错 不过 皇子飞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他这次竟然敢和我顶撞 不知道有什么衣装 老海妖倾壳 那头一种看起来颇有些来历 不是一般的繁衷 现在被他收了来 倒是一股不想的助力 看来他的收获不行 应该不止如此 不过就算得了些好 他以万本龟元融合 那样一具身体 也是得不偿失 以后 获得我族圣气认可的机会 就更加渺调啊 这对圣女殿下 您来说是好事 与此同时 韩森在小楼之中 仔细地搜索一番 也没找到白先生 所说的那些资料 在什么地方 看着桌子上的电脑 韩森微微皱眉 全屋也就只剩下这台智脑 当即开启紫蝶神铜镜 很容易就回溯到了密码 输入密码之后 轻松打开了智脑 翻越了智脑内的东西 韩森的鼻血 差点喷出来 智脑内的全吸引向变化 顿时出现了很多 赤身裸体的女人 韩森快速 把整个智脑 都给翻了一遍 发现里面储存的 竟然都是这些玩意儿 最后好不容易 才翻出了一个 很原始的文本 里面写着 那个贱女人 不要让我找到机会 否则一定弄死她 开篇第一句 就有些让韩森的失望了 韩森以为 这既是本的内容 还是白衣在 欲念驱使下 写的一些东西 十有八九 都是和女人有关 可是看了一会儿之后 韩森却有些动容了 他只猜对了一半 内容确实都和女人有关 里面有很多愤怒的抱怨 显然是无处发泄的 情况下写出的内容 除去那些 不堪入目的意淫 和愿不言语之外 还透露出了 不少重要信息 文本中所写的女人 就只有一个 白衣虽然没有在文本中 直接提她的名字 可是也没有刻意去掩饰 很容易就能够猜得出来 这个女人 就是那个海妖族的黄子妃 更重要的是 根据文本中的抱怨来看 那个女人之所以成为黄子妃 只不过是 她们之间的一个交易 女人需要黄子妃 这个身份作为保护 她的族人 也需要黄鸡族庇护 而白衣也需要女人的帮助 以及她想要从女人那里 得到一件东西 抱怨之中 多次提到了神物这个字译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可以肯定 她和女人的约定 与这个神物有关 而女人却没有把神物交给她 但又不是毁约 好像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使得白衣没有能够拿到那个神物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 像白衣这么好似的家伙 竟然把神物 看得比女人还重要 提到神物的次数 比提到黄子妃的次数还多 就知道 她是有多少渴望得到 那件神物 不过这只是一些咒骂 和愿读的言语 没有完整的叙事 能够推测出来的 也就只有这些 至于具体约定是什么 白衣又为什么 没有拿到那件神物 这些就不是韩森所能知道的 虽然知道了 白衣和黄子妃之间的秘密 可是这对我现在的处境 帮助并不担 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不出去 也不可能不和白衣的 亲朋好友打交道 在熟悉她的人面前 我还是很容易就被识破 韩森觉得这不应该 是白先生所说的资料 又在白衣的智脑中翻了很久 其他真没什么资料 全部都是那些 令人喷血的影像 韩森实在看不下去 准备关了智脑时 却突然收到了一层文件信息 韩森连忙打开看了看 内容是白先生匿名发过来 介绍了很多白衣的事情 莫尾白先生还特意交代韩森 白衣很多私密之事 我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 以免露出破绽 还有小心白黄 古元和黄子妃 他们最有可能看破你的真身 在他们面前 你要更加小心 但是必须符合白衣的性格习惯 现在的你很危险 随时都可能会暴露 如果在这里被抓 你必死无疑 没人救的脸 你就算是神话强者来了都没用 所以一切都要小心 时间不多了 你没有时间练习 下面还有一门基因术 可以用于暂时修改自身基因 从今天开始 你要逐渐修改自身的基因 让他们看见 你正在一天天慢慢地变化成白衣 黄子殿下 不好了 韩森正在研究那些资料 却突然听到黎黎惊慌的声音 什么是这么慌张 我不是说过了吗 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来打扰我 韩森在小楼内喝倒 白衣黄女找上门来了 黎黎急到 韩森对此倒是早就有所预料 闻言就推门走了出来 白衣脸色难探地浮在海绵之上 他在地缘之中 听说了韩森被白衣 使用万本归原童话的事情 就急急地赶了回来 发现宝和血麒麟都被带走了 这才咬牙赶来了水于心 不一会儿 就见水面涌动 韩森带着梨梨破水而出 站在了海绵之上 白衣看到韩森的面容 眼中露出复杂之似 十六哥 你杀我骑士也就罢了 竟然还到我的风域心抢东西 把宝和血麒麟还回来 否则我定然会请父皇为我做主 韩森却是倾笑一声 戏谑地看着白衣 我的好妹妹 恐怕你是搞错了 我堂堂十六皇子 怎么会去你的风域心抢东西 本皇子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什么时候 我风域心成你了 白衣怒道 韩森微微一笑 我已经同化了韩森 他的身体 思维和记忆都已经归我所有 也可以说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他的东西 自然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我 当然要拿回来 这有什么错吗 你狡辩 把宝和血麒麟还回来 否则我定然会请父皇为我做主 白衣大怒 随便你 我可没有时间陪你疯 韩森说着 就予返回海底城 站住 血麒麟你想要就留着 那个孩子没什么用 把他还给我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白衣咬牙 那么漂亮的女 我怎么舍得送人呢 当然是要自己养大了 韩森一脸坏笑 你混蛋 白衣大怒 一拳向着韩森轰了过去 他对于白衣的为人 还是知道一些的 韩森已经被填化 他在做什么都是徒劳 可是实在不忍心 宝落在白衣这种人手里 才会来此讨厌 韩森脸色异冷 水质领域扩散开来 把白衣的身体 禁锢在了其中 并白衣的行动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随后一轰 直接把白衣轰飞了出去 白衣 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再来无理取闹 别怪为兄对你不客气 韩森看着被轰飞的白衣 冷喷一声 白衣身在空中 抹去了嘴角的鲜血 咬牙问道 你要什么才肯 把那个女孩还给我 你这么想要那个女孩 难道她是你和韩森生的 我不记得韩森的记忆中 有这么一段 韩森一脸凝邪的看着白衣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 把她给我 白衣神色冰了 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儿 那可是很珍重 行 谁让你是我妹妹 你真的那么想要 当哥哥的就忍痛哥爱 只要你把千辛索给我 我就把可爱的女儿让给你 韩森笑道 白衣脸刺一眼 她身边没有太好的资源 自然也就没有太好的一把 不过当初白黄曾经赐给她的母亲 一件千辛索 后来传到了白衣手里 那应该是她唯一的一件神话之气 也是她保命的东西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你留着她也没用 白衣阴沉着脸 说了 我只要千辛索 如果你想要 我的可爱女儿 就把千辛索带来 否则就不用谈了 你自己想想了 韩森说着 就转身欲返回海底 千辛索已经与我的身体融合 别说我没有办法给你 就算能够给你 你也用不了 现在除了我之外 已经没有人能够驱动千辛索 白衣叫住了韩森 咬了咬牙 把那个孩子给我 风玉星这一年的资源 全部归你所有 韩森文言有些吃惊 风玉星虽然贫瘠 但是整个星球一年的资源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白衣竟然肯拿来换补 不知道她是看出了宝的特殊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若真只是为了不让保洛 在白衣这种人渣手里 白衣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你竟然肯拿这么多的资源 换一个小女孩 看来这个小女孩非同一般了 本皇子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也许她能够值更多钱 也说不定 等我搞清楚之后再谈价钱 不迟 韩森说着 已经返回了海底 看着离开的韩森 白衣大骂一声混蛋 随后愤怒一拳轰击在海中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海妖族的皇子妃 也冷着脸骂倒 显然她也非常看不惯白衣的所作所 如果不是需要皇子妃的身份 如果不是需要皇籍族的庇護 她又怎么可能嫁给那么一个人渣 就算只是一个名寸 也让她感觉恶心 早就想要亲手把她宰 圣语大人 大局为重 十六皇子 毕竟是上一代圣语的血脉 我们还需要她拿到圣起 一旁的海妖族老人劝导 都是因为我的血脉不纯 难以独自开启圣起 否则也不用和那样的混蛋合作 皇子贼一脸憎恨 海妖老人轻叹一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海妖族被灭阻 活下来的族人传承不义 只得与其他种族结合 你和十六皇子 都遗传了圣语血脉 只是都不纯 谁都难以单独开启圣起 一起合作 还有一线机会 为了我海妖一族 圣语大人 您就多忍耐一二吧 皇子贼没有说什么 看了一眼花园的方向 转身下楼向着花园而去 韩森刚刚回到花园 还没有走进小楼 却突然看到 皇子贼竟然也走得进来 你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是寂寞难耐 想要本皇子陪陪爱妃 韩森一脸坏笑的 打扬着皇子贼 她只是模仿白衣的围人 把那个小女孩给我 皇子贼面无表情 凭什么 韩森撇了撇子 想拿圣器就把她给我 否则以后 你都不用再想了 给不给随便你 皇子贼神色没有任何变往 行 算你狠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小女孩 你想要给你就是了 韩森眼睛一转 回到小楼内 把宝给抱了出来 直接甩给了皇子贼 皇子贼微皱眉 双手接住了宝 抱在怀中 也不看韩森一眼 直接抱着宝离开了花园 好像在这里多待一秒钟 就会污染了她似的 宝趴在皇子贼的肩膀上 抱着她白嫩的脖子 对着韩森眨了一下大眼睛 死女人 别让我抓到机会 韩森嘴中低声咒骂 眼睛也对宝眨了眨 皇子贼既然想要宝 韩森正好让宝打入她们内部 帮她探听一些消息 以宝的智慧和能力 肯定不会吃亏 白威和皇子贼这边 还不是韩森最头疼的 与白凌霜的相约 才是最麻烦的 因为韩森根本不知道 白凌霜和白义 到底有什么样的约定 也不知道白凌霜 到底许诺给了白义什么好处 才让白义去了圣骑士乐园 找她的麻烦 不过夜魅城之约 韩森却必须要去 以白义的性格 不可能放着好处不样 好在这一天多的时间 韩森已经把白先生 给的资料都看完了 与白义有接触的一些人物关系 大概也都知道了 倒也不至于完全茫然 到了约定的时间 韩森骑着血麒麟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水域星 前往白凌霜的叶魅城 白凌霜显然和白义 白微不同 她手中掌握的资源极多 叶魅城这种 在帝皇之国内 也算是顶级的会所 只不过是白凌霜的产业之一 说是城 其实叶魅城占据了 一整颗生命星球 因为叶魅城在黄吉族十分出名 资料很容易找到 韩森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功课 倒是不至于显得陌生 去告诉你的主子 我十六皇子白衣来 韩森一巴掌 拍在负责接待的女子臀部 还捏了一把 皇子殿下 叶魅城暂时不接待一种 负责接待的女子 虽然脸上还带着微笑 可是眼中却闪过一丝厌恶 不接待别人的一种 我白衣的一种却是例外 韩森说吧 就带着血麒麟往里面走 一旁的守卫脸色一变 似乎想要动手 可是马上又都退回到了岗位之上 叶魅城这里 出入的身份高贵之人极多 对比之下 就显得白衣这样的皇子 极为不堪和讨厌 就算工作人员也是不行 请皇子殿下稍等 皇女殿下马上就到 把韩森引到了 最顶层的包间之内 负责接待的女子 这才退了出去 黄集族的这些家伙 还真懂得享受 韩森坐在沙发上 随意地打量四周 一只手还抚摸着血麒麟的脑袋 十六帝 得了一只半步神话一种而已 也不用时刻 都待在身边炫耀了 白凌霜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血气淋淡淡地说道 半步神话一种 在石姐您的眼里 自然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 无用皇子来说 却可以说是至宝命根子 当然要时刻待在身边 韩森随手拿了一杯酒 喝了一口似笑非笑地 看着白凌霜 说起来 这还得感谢石姐你的恩德 否则我也拿不到这等好处 白凌霜却并没有 与韩森都说废话的意思 直接把一样东西抛给韩森 随后拍了拍手 只见一个极为娇媚的女人 走了进来 来到了白凌霜身边 先是对白凌霜行了一礼 又对韩森行礼 娇媚一笑 雪儿参见皇子殿下 雪儿身段摇曳 说不出的诱人 眼中魅波流转动人心魄 声音似乎带着钩子 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望去 魅狐足 韩森目光发亮地看着雪儿 心中却是微微一正 只看那一双胡尔 和肥臀后面的胡尾 就知道他是魅狐足 黄几格的令牌 和雪儿的今天都属于你 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白凌霜面无表情地说道 师姐真是信任 韩森双目放光地盯着雪 伸手一拉 就直接把雪儿拉入了怀里 大手滑进了衣衫内 雪儿脸上笑盈盈的 眼底却闪过一丝厌恶 白凌霜冷哼一声 转身走出了房间 韩森现在有些头疼了 他早该想到 以白意的德性 提的要求肯定没那么简单 黄几格的令牌这东西 让韩森心中一喜 虽然刚来黄几族不久 但是也听过黄几格的大名 那地方只有在 黄子黄女大笔之中 得到白黄赏识之人 才有资格得到 白黄赏赐的令牌 那是进入黄几格的信 一枚令牌 就只能进入一次 传说里面有许多逆宝传承 只有黄子黄女 才有资格拥有 若是没有黄子黄女的身份 就算有令牌也没用 白意显然没有获得过令牌 没想到他与白凌霜的交易之中 竟然会有一枚黄几格的令牌 着实让韩森有些欣喜 只要进入黄几格 随便拿一件宝物出来 也能够卖出大价钱 这绝对是意外之喜 可是除了黄几格的令牌之外 白意竟然还要了一个女人 还是魅狐一族的女妇 这就让韩森有些为难了 以白意的性命 必然会与这个魅狐族的漂亮女人 彻夜狂欢 可是韩森并非白意 她也不是不喜欢美女 可是与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 发生点事 却不是韩森所愿 最重要的是 这房间内安装有监控系统 韩森可没有特殊癖好 没有工人欣赏的习惯 可是她现在冒充白意 放着这么一个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甚至可以说是白意梦寐以求的大美人不动 那绝对会引起白凌霜的怀疑 韩森甚至有些怀疑 白凌霜现在会不会就坐在监控屏幕后面 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韩森一手把玩着雪儿的细腰 心中却是白转千回 再思思 要如何应付现在的局面 皇子殿下 雪儿还是第一次 求皇子殿下联系 雪儿欲面威敌 脸颊之上泛起两床红韵 面对如此诱人的雪 韩森却是觉得趣味全无 只是如今到了这种时候 若是再不行动 只怕就要引人怀疑了 色中恶鬼的白衣 又怎么会对这帮活色生香的妖媚美人 毫不心动呢 别说到时候白凌霜不信 就算是韩森 自己也不信 韩森懒腰抱起雪 大步向着床上走去 雪儿无力地躺在韩森怀里 脸上满是胸意 一双玉壁缠着韩森的脖子 韩森把雪儿压在床上之时 雪儿的一双美目 与韩森近距离对视 眸子之中泛起一彩 令人看了 忍不住心中一旦 几乎就要迷失在雪儿那诱人的眼眸之中 韩森心中意味 顿时放弃了运转基因术 眼神之中露出痴爱迷恋之色 这种眼眸他见过 被困在鬼谷宫内 无非就对他用过 对于这种基因术非常熟悉 有什么反应进阶清楚 眼神渐渐涣散 似是发痴的模样 心中却暗自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 韩森就眼发直地趴在了雪儿身上 像是变成了僵尸一般 这个雪儿利用魅术 令我进入幻觉之中 幻想与他想了些什么 就算是事后 恐怕一般生物也难以察觉 不知道是出自他自己的想法 还是白凌霜命令他这么做了 韩森心中暗自猜测 十有八九应该是后者 雪儿一脸嫌弃地 把身上的韩森推开 从床上坐了起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子 脸上满是厌恶之色 房间内的一个暗门打开 只见白凌霜走得进来 雪儿连忙上前行李 黄女殿下 我已经用魅狐眼将她迷住 事后她绝对不会瞧出破绽 白凌霜微微点头 坐得好 把她的衣服脱了 东西都拿出来 我要仔细看一看 黄女殿下 您怀疑十六皇子有问题 雪儿闻言问道 倒也不是 只是觉得她有些怪怪的 白凌霜说道 看来我果然还是没有办法 真的把自己演成白衣 韩森听到雪儿已经向自己走过来 心中暗道 雪麒麟这家伙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白凌霜和雪儿在这里 韩森怕被他们看出端倪 也不敢运转气息 用动旋气场去看 只是大概感觉 雪麒麟一直趴在那里没有动态 气息都很正常 好像是睡着了一般 不过韩森很清楚 雪麒麟不可能睡着 就算睡着 白凌霜进来肯定会把她惊醒 现在一直沉睡不动 肯定是着了什么道 雪儿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过来直接把韩森身上的衣服 都给扒光了 韩森也只能忍耐着 否则就要前功尽弃 韩森的衣服和东西 都被雪儿抱去了白凌霜那里 白凌霜一边边仔细观看 这是柄鬼牙刀是韩森的 这柄银色的雷刃也是韩森的 很可能是一件半部神话之旗 这只玉骨 好像与普通的玉骨有些不同 应该是突变玉 这东西应该也是韩森的 倒是便宜了它 怎么都是韩森的东西 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雪儿皱眉 韩森听得心中一挤 他倒是想要带着白衣的东西 可是白衣的东西 都被蓝色金属狼给吞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他家里也是啥好东西都没有 韩森只是找了他的一些配饰 带在身上 真正有用的一宝 什么也没有 连剑王器都没有找到 白凌霜文言 却是不以为意 白衣好色贪妇 他没有把家败光 也就是因为 娶了一个蓝海星 不过那蓝海星有所图谋 与白衣并非一条星 他把持着的东西 也不会给白衣 别看白衣是个皇子 但也只是外表光鲜而已 实际上混得非常惨 否则他也不会 贪我一块黄极格令牌 这次让他去杀韩森 倒是便宜他了 如此多的收果 那个韩森倒是真的非同一般 可惜他眼光不行 竟然选择了白衣那个贱人 那他就该死 白凌霜把东西看了一遍 随手丢在一旁 起身向着暗门走去 去叫一个匹格族的女历士过来 做戏做拳套 不要让那个混蛋醒来后 有所怀疑 我去你的 用不用这么狠啊 这个娘们真够毒的 韩森听了 顿时心中一惊 那匹格族长得人身猪头 而且力大无穷 无论男女都是出苦力的角色 白凌霜竟然要叫一个匹格族来和他做戏 让韩森有种直接跳起来 干掉他的冲动 雪儿抱着韩森的东西 来到了床前 把东西直接都扔在床上 还伸出腿 狠狠地在韩森身上踩了一紧 赶占我的便宜 等会儿有你好看的 说完雪儿就转身准备 要去叫匹格族的女历史 韩森心中百转千回 却终究还是决定 不能再忍下去 在雪儿转身的一刹那 韩森身形猛地抱起 一只手按住了雪儿的后背 同时 另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 直接拉到了床上 兵激玉谷的冰冻之力 在本源水皇体 和王者领域的加持之下 瞬间传入了雪儿的身体之中 另没有防备的雪儿 被动得身体僵直 不过 他毕竟是王级强者 心中大惊之下 运转力量反抗 韩森冰冻力量 在雪儿的气息 冲击之下迅速融化 杀还是不杀 韩森心念飞快地闪动 雪儿的实力 比韩森想象中的还要强 冰冻树竟然起到的作用 非常有限 眼看着雪儿就要挣脱出来 到时候就要暴露 可是杀了雪儿 一样也洗不脱嫌疑 况且 这里是夜魅城 不是圣骑士乐园 那种拼杀抢夺资源的地方 在这里要守皇级族的律服 就算是了一个皇子 也不能在这里随便杀人 韩森眼神闪动 而被他压在身下的雪儿 却是又惊又梦 没有想到 自己的魅狐眼 竟然对韩森无效 还被韩森置住 好在他的力量非比寻常 真正的实力之强 留在白衣之上 而且对于冰冻力量 也有很强的抗性 倒是动他不住 眼看着雪儿就要挣脱冰冻 韩森凑到他耳边低河 雪儿 你可认得胡飞大人 雪儿听到此言 顿时身子一颤 原本剧烈挣扎的力量也缓了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仿佛不懂韩森在说什么 又剧烈地挣扎起来 韩森心中已经有数 没有继续强行压制雪儿 我与胡飞大人交情深厚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所以你最好安静下来 我们好好谈一谈 否则我若是出事 胡飞大人必然也难以幸运 我凭什么相信你 雪儿已经挣脱了冰冻 不过并没有直接跳起 红秀 韩森把嘴唇凑到了雪儿耳边 压低了声音 雪儿听了顿时脸色大变 显然她也知道 红秀就是胡飞 韩森这才放下心来 我无意对你冒犯 但是我现在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 能不能告诉我 要如何才能够过去这一关 你是韩森 雪儿不是蠢人 已经猜到了真实情况 可是雪儿却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韩森一个公爵 竟然没有被白衣化本归原 反而杀了白衣 还冒充了白衣的皇子身份 实在是胆大包天 让人无法相信 韩森知道自己说出胡飞的时候 就已经瞒不下去 不过相比之下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双方都有把柄在手 相信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内狐一族应该不会出卖她 说呢 韩森对着雪儿笑了笑 雪儿的神色有些复杂 好一会儿才咬着背齿说道 你先在床上等我 我去叫匹格女力士 想都别醒 若是我肯做那种事 又何须暴露身份 韩森压着雪儿依然不动 雪儿翘脸微红 我若是不去 白凌霜必然会有所察觉 你放心 我会用基因术 迷惑匹格女力士 你穿好衣服等着我就是了 不过不要下床 这里只有床这边 没有被监控 好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韩森翻身滚到床的另一边 抓起自己的衣服 一件件穿回去 雪儿看了韩森一眼 这才走了出去 韩森一边穿衣服 一边暗自思绪 没过多久 雪儿又回来了 身后还带着一个身高三腰 腰围八尺的女匹格族 不过看起来 匹格女力士已经被迷惑了 眼神涣散 在雪儿的命令下 来到了床前 直接扑倒在床上 把床压的咯吱咯吱坐起 雪儿白了韩森一眼 我得弄些声音出来 你也要退合 过了没多时 雪儿就过来带走了匹格女力士 随后她自己回来 上床躺在了韩森旁边 身上还只围了一条浴巾 你怎么能够冒充十六皇子 雪儿躺在床上 看着对面的韩森问道 这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倒是你 小小年纪就来黄吉祖 与那么多的强者周旋 真是为难你了 韩森笑着反问道 你这人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我可是救了你一命 否则你就要和那个匹格 说到这里 雪儿的小脸红了一下 没有继续说下去 在我见过的魅狐一族之中 你算是脸皮很毛很清纯的 不过以你的脸皮 竟然能够晋升到王吉 看来你的身份在狐族之中一定不低 韩森笑道 雪儿红唇微翘 你想要从一个魅狐族口中套话 未免也太天真了 只是交流而已 理想太多了 韩森清壳 事实上韩森 对于胡飞的图谋十分感兴趣 似胡飞那般的女 肯自己去冒充一个女骑士 所图一定非同小可 韩森确实想要从雪儿这里 套出一点消息 可是雪儿看起来清纯 其实只是缺乏一点经验 实际上也是狡猾的很 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雪儿突然把小脸凑进到韩森面前 与韩森脸对了 几乎就要贴到韩森脸上了 脾气都能够清楚地敢知道 你干什么 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韩森眨着眼睛说道 你真的是韩森 雪儿美目打亮着韩森 脸上满是好奇之色 都已经同床共枕 你竟然还说这种话 真是让人伤心 韩森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雪儿眼睛眯成了月牙状 我以为我们魅狐一族 最擅长变换身份 没想到你更厉害 竟然能够冒充黄极族的十六皇子 不被发现 就算是胡飞大人 也不敢似这般胆大包天呢 我也是跟着胡飞学了一点皮毛 才会有如今的成就 韩森灵机一动地说道 雪儿顿时眼睛一亮 你和胡飞大人很熟吗 熟 当然很熟了 你家胡飞大人 差点就改嫁 给我当小妾了 也就是我不愿意委屈了他 否则 韩森随口说道 雪儿听了却是瞪大的眼睛 你骗人 我骗你干什么 你家胡飞大人 臀上是不是有颗质 雪儿听的美目逐渐瞪大 像是在看怪物一样看着韩森 许久才开口 你真的和胡飞大人那一步 是我辜负了他 现在只能尽力为他做一点事情 当时弥补 虽白死而无憾 韩森叹息一声 原来你也是为了帮胡飞大人 夺回我族至宝而来 雪儿突然有些感动 韩森顿时心中一喜 这个雪儿果然比一般的魅狐族 要好对付一些 看起来应该是身份不低 实力也够 但是没有经过太多实战的厨 便继续套广 第二天早晨 韩森顺利地拿着黄继格的令牌 离开了夜魅城 临走的时候 韩森还一脸意犹未尽地 也不知道是被用了什么手段 才会沉睡的一夜 韩森骑着雪麒麟 离开了夜魅城之后 直接就去了黄继格 他现在危机重重 说不定什么时候暴露 能够拿在手里的宝贝 自然要尽快先拿了再说 以白衣的性格 肯定也等不到第二天 韩森假冒白衣 从白绫霜手上 获得黄继格令牌 本着老六有好处不隔夜的原则 韩森当即前往黄继格 再交上了令牌 被允许进入 可是韩森进入黄继格之后 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传说黄继格之中的宝物众多 可是韩森进来之后 没有看到什么宝贝 只是看到了一尊尊的石像 那些石像接着地装 虽然只是石像 却有着一种屁腻天下的气势 想来应该是黄继族 历代皇帝的雕像 除了这些石像之外 黄继格中根本没有任何宝物 韩森看了石壁上的规则才知道 原来这些石像 就是黄继格的中宝物 黄继族的每一位皇帝登基之时 都会亲手留下一尊石像 在黄继格之中 石像本身的材质算不得保固 可是雕像石像之时 却留下了每一位皇帝的一种基因素意境 若是能够参悟意境 就能够激发石像 令石像移开 露出石像下面的藏宝洞 洞内就是那位黄继族的皇帝 为后代所留之物 既然是黄继族的皇帝所留之物 想来必然不凡 不过想要参悟一位皇帝的意境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韩森目光在那些石像上面打过 虽然每尊石像都气势不凡 令人心生膜拜的冲动 不过细看下来 却又有些不同 每一位帝皇石像 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石像一共有79尊 也就是说 黄继族曾经至少有过79位皇帝 有些石像的前面 放着一块石头蒲团 有些则没有 没有蒲团的石像 代表已经被人参悟 拿走了里面的宝物 韩森数了一下 还剩下的蒲团只有三个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宝物 其实早已经被驱走了 黄继族传承那么悠久的岁月 天才之士多如牛毛 能够参悟石像意境 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三个无人能够参悟 这才算是稀奇 韩森仔细去看那三尊石像 石像后面的石壁上 都刻有自己 记载着这位皇帝的仪式功勋 第一位未被人参悟的石像 就是石像群内排名第一的那一尊石像 也就是黄继族的第一代皇帝 或者说是石子 后面的功勋记载 也是吹得天花乱坠 什么文成武德 千秋万载 打遍宇宙无敌石 一同宇宙一亿年之类的 反正就是牛逼到了极点 好像当时他们皇帝族 已经统一宇宙了事 韩森却是清楚得很 皇帝族最开始 还只是一个小族 他们始祖的那个年代 正是圣域无敌于天下之时 说不定皇帝族的老祖宗 还去过圣域三拜九寇 自称为臣呢 皇帝族的始祖 并没有像别的皇帝的石像 玄刀挂剑 或者拿本书什么的 反而是手里面拖着一个葫芦 这家伙有点意思 韩森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皇帝族始祖的石像 目中子蝶神铜镜转 想要解析一下 当初皇帝始祖雕刻石像的过程 据悲伤记者 这个皇帝亲手留下石像 在皇帝阁的传统 还是这位皇帝始祖传下来 并且明确地写入了 皇帝族的族规之中 但凡接任皇帝之位 都必须要经历这个仪式 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以子蝶神铜镜 去看那根石像 还没有解析出来 却突然感觉 右眼像是火烧一般钻心的桶 连忙低下头捂住眼睛 一缕鲜血顿时 从指缝中流了出来 好厉害的力量 韩森捂着眼睛 好一会儿才缓缓恢复过来 但也不敢 再用子蝶神铜镜 去看那尊石像 虽然子蝶神铜镜 是神话受估 可是能够成为皇帝族的皇帝 都是非常恐怖的人物 必然都是神话无疑 他们亲手留下的石像 想要用外力强行破解 显然不太现实 收回了子蝶神铜镜 韩森没有 再去看皇级始祖的石像 而是看向了另外一尊帝皇石像 另一位皇帝单手持书 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目光深远 或有天下静在胸中的气概 韩森仔细打烊石像 见这位皇帝 样貌十分清秀 非发非童 身上穿的也不是帝皇铠甲 而是一身白袍 看起来十分如眼 后面石壁上也有 这位皇帝的功绩继组 这位皇帝被称为文皇 他的功勋之中 虽然也有征战收服 某某种族之类的事情 不过却都只是一笔代步 最主要的功勋 是制定完整律 因为白皇还在位 他的石像还被封存着 要等他逝去之后 他的石像 才会在皇级阁之内正式开放 白皇的前一任皇帝帝号宝皇 功绩平平 都是一些帝皇功绩的套话 虽然也打下了一些种族 扩大了皇级族的版图 不过基本上都是一些无名小族 皇级族发展到宝皇这一代 能够发展的空间 已经极其有限 除非能够打下太上族和古神族 否则也没啥太大的事 让他去做 事实上宝皇之前的二十多代皇帝 大多也都是平平无奇 只是守住了皇级族的江山慢慢发展 可是其他那些皇帝石像的意境 都被惨悟了 这位同样平平无奇的皇帝石像 却一直没有被破解 虽然宝皇的石像出现时间最弯 被惨悟的次数比较少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是白皇的儿女之中 绝对不会缺乏天才 诸如白无常和白灵霜之类的 都是天赋 绝佳的奇才 白威的天赋也不差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深藏不露的皇子皇女 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家伙都没有能够参悟宝皇石像 可见宝皇石像本身 也一定有不凡之处 韩森的目光 从三座石像上面扫射 随后定格在了史皇帝的石像之上 准备全心缠悟起这座石像 一天后 韩森在石像前做了一天一夜 也没有所得 不由的暗自皱眉 不知道该不该放弃史皇帝 去参悟一下文皇和宝皇 只是韩森对于那个葫芦 总是有点在意 犹豫了一下 索性不再去看史皇帝 只去观察那个葫芦 很快发现 这尊石像竟然别有洞天 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似的 以皇帝为主 和以葫芦为主 两种不同的心态和角度去看 这石像竟然给人 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境和神韵 看着看着 韩森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变了 越看这个葫芦 越觉得熟悉 越看越觉得这个葫芦 有些像是宝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这雕像 不会真的就是宝啊 就在韩森看着史皇帝石像出神时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白鳞霜靠在沙发上 修长的眉腿翘起 手中拿着酒杯 轻轻地摇晃着 嘴角泛着一米不屑 自白无常之后 皇集阁中就只剩下十祖 二祖和宝皇的石像 十祖和二祖的石像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一年的岁月 始终未有人能够参透其中一几 那宝皇也是一位其皇帝 留下的石像 我等皇子皇女 皆参悟了不知道多少遍 依然未有丝毫所 更不用说他白翼了 放着别的好处不要 偏偏要皇集阁的令牌 白翼他也太看得起自己 雪儿应声说道 白鳞霜红唇 心灵潜尝极止 放下酒杯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 不是看清楚敌人 而是看清楚自己 莫说是那白翼 就算是那许多先贤大能 谁又敢说真正看透了自己 白翼一介凡夫俗子 由此选择也不足为奇 不是一事 他终究不会死心 主人说的是 毕竟宇宙间四主人 这般深具会心之人 并不多见 雪儿一脸恭维 白鳞霜看了雪儿一眼 你那些狐媚手段 就不要在我面前卖弄了 雪儿该死 雪儿连忙请罪 白鳞霜挥了挥手 正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脸色一变 身形一闪 就到了阳台上 目光看着一个方向 望了过去 只见那边的星球之上 正有一道极光 射向广阔的宇宙 并虚空之中 泛起了阵阵炼 一道光影浮现于虚空之上 黄极阁 这不可能 白鳞霜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黄极族各处 都有人露出惊恶之色 看着虚空中的光影 只见那光影变幻 化为一位如神如魔的帝王 恐怖的气息 几乎充斥了整个帝王之国 在帝王之国 诸多王公贵族的注视之下 那光影缓缓动了起来 一拳一拳缓缓打出 赫然正是黄极族 皇室最为基础的 黄极晶天权 黄极族的诸多基因数 都是由黄极晶天权的基础上发展而出 就像白威的黄极中烟权 就是黄极晶天权的升级版之一 只是这门最基础的黄极晶天权 在那光影手中引示出来 却有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势 一拳一拳之间 仿佛都能够破灭宇宙万物 观看这拳法的诸多王公贵族 都只感觉心神震荡 被压制的连呼吸都困难起 总感觉每一拳轰出 好像自己连同整个世界 都会被碾压成粉末 只是观看那毫无力量 迸发而出的拳组 就被意境压制的惊骇欲绝 心智不坚之人 已经承受不住吐血昏迷 这是我族始祖大人 有人参悟了始祖始相 到底是谁 几乎所有人都是心中疑惑 特别是那些皇子皇女 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王公贵族 心中都是惊疑不定 亿万年未曾有人参悟的始祖始相 若是真的被参悟 很可能会影响黄极族如今的格局 无论是哪一位皇子和皇女 参悟了始祖始相 都一定会受到白皇的重视 若是本就十分优秀的皇子皇女参悟始相 说不定有机会打破如今的局面 废除当今太子也说不定 毕竟当今太子并不算出众 只是因为他是大皇子 所以才能够担任太子之位 白皇随时有可能废除这位太子 白威观看始祖光影的皇级晶天拳 心中似有所悟 随着那拳世起舞 一拳接一拳 拳世竟然渐渐地化繁为解 从中烟拳退化为最基础的晶天拳 只是他身上的气势却越来越强 与那始祖光影的气势越来越接近 白威身上似乎有某种架锁被打破 竟然从原体突破到了星体的晶天拳 而且这还没有结束 随着始祖光影的拳法演示 白威的气势还在膨胀之中 向着天体之阶冲击而去 不只是白威 整个皇级族中修炼过皇级晶天拳 或者是相关基因术的强者 都从那光影的演化之中 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有不少强者都突破了自身境界 就连王级强者和神话强者 也都隐隐有所 始祖大人不愧是始祖大人 远非我等所能及 到底是谁参悟了始祖大人的实相 众人皆是又惊又喜 心中也是万般猜测 最有可能的自然是白无常 可惜他已经参悟过一尊实相 不可能再进入皇级阁内参悟第二尊 应该不是他 其他诸位皇子皇云 天资纵横者也不在是 众人也猜不出到底是谁 唯有白凌霜此时的脸色复杂无比 他知道白翼就在皇级阁 可是却无法相信 白翼竟然能够参悟始祖实相 不会是白翼 一定还有其他皇子 皇女在皇级阁之内 白凌霜咬牙自语 当那始祖光影渐渐消散 皇级阁内 诸多王宫贵族和神话强者的目光 都集中了皇级阁 他们都想知道 到底是谁在皇级阁内 参悟了始祖实相 就连那皇宫之内 正在与人对弈的白皇 此时一只守持子 却是未曾落下 目光也看向了皇级阁的方向 恭喜皇上得此夹子 与白皇对弈之人孝道 卧师 你觉得此子为哪一位皇子 白皇放下了手中白子 淡淡地说道 无冤行礼回道 臣下不知 白皇也未再问 只是看着皇级阁的方向 等待着那位参悟了始祖实相的皇子 或者皇女走出来 韩森在皇级阁内却有些傻眼 他只是想要拿些好处而已 却不想竟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一时间脸色阴晴不定 若是真的白衣 自然应该欣喜若狂 可他适得冒牌货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必然会成为万众注目的焦点 暴露的可能性就更大 事已至此 别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拿了东西再说 韩森目光看向了 始祖实相一开口露出的洞口 洞口下面 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石洞 里面放着一个 只有足球大小的木盒子 韩森把盒子拿出来之后 实相就自动回归到了原位 韩森坐在图团上面 再去看实相 却已经没有了那种灵动的神韵 实相就是实相 在无半分意境 连拖在手中的葫芦实相 都没有了先前那种熟悉的感觉 实相果然只能激发一次 韩森打量手里的木盒子 这可是黄极族始祖留下的东西 想来再差 也差不到哪里去 至少也应该是一个神话之气 木盒子没有上锁 韩森直接把盖子打开 顿时微微一正 木盒子里面 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枚巴掌大的玉葫芦 空体碧率晶莹 看起来好像很空透 可是却又看不见葫芦的内部 这应该是人工雕像的玉葫芦吧 不是真的生物 难道是个葫芦形的瓶子 韩森伸手把玉葫芦给拿了出来 可是葫芦口的位置是一体 并没有瓶带之内的东西 以重量和手感来看 似乎也不像是空心的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石心玉石葫芦 拿着碧玉葫芦仔细观看 当翻到底部的时候 韩森却是一惊 葫芦底部是平的 而且还刻着几个字 圣主御用 韩森看清楚那些字之后 心中更加的惊讶 以韩森所知 敢用圣主这两个字 似乎只有圣域的那一位 而且这东西 又是黄极族的始祖所 也不可能是什么无名之辈的东西 难道黄极始祖与圣主之间 果然有什么关系 否则圣主的东西 怎么会在黄极始祖的手里 虽然不排除黄极始祖后来所 不过我还是觉得 两者之间应该有些关系才对 韩森暗自沉吟 拿着玉葫芦研究了好一会儿 韩森也没有看出来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不管了 带回去再说 韩森把玉葫芦往怀里面一塞 捧着木盒子 就往黄极阁外走去 他知道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都盯着黄极阁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可能一辈子躲在黄极阁里面 只能硬着头皮走出去 韩森假冒白衣 参悟黄极始祖识相 获得认可 此时当韩森走出黄极阁之时 黄极族的诸多强者 都是一脸愕然之色 就连白黄和古渊大国师脸上 都露出意外之色 显然他们也没有想到 参悟出始祖识相意境 竟然会是白意 难得 白黄看了一眼 只是淡淡地说了这么两个字 确实难得 恭喜皇上 古渊大国师深深看了韩森一会儿 才对白黄说道 一时的气韵并不能代表什么 白黄毅然淡然说道 其他强者的惊讶远在白黄之上 白薇看到韩森的面容之时 神色异常地复杂 白灵妆则是脸色阴晴不定 终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日子 十六皇子白义 竟然参悟了始祖识相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始祖识相亿万年来 都没有皇子皇女 能够参悟其中的玄妙 一个平时风平不佳的 十六皇子白义 竟然能够将其参悟 让很多王公贵族都大跌眼镜 当韩森骑着血麒麟 回到水域兴时 连在宫殿阁楼上的 皇子妃蓝海星都暗中看了他几眼 蓝海星实在有些想不通 白义那样的家伙 竟然能够参透皇集族的始祖神像 为时让他有些不敢相信 韩森回到自己的小楼中后 关上房门 仔细把玩玉葫芦 除了圣主御用这四个字之外 好像玉葫芦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从他身上完全感觉不到 特殊的力量过度 使用紫蝶神铜镜观看 却没有办法解析 不过如此一来 也可以确定玉葫芦并非凡物 可惜保去了蓝海星那边当剑底 若是他在这里就好 实际上葫芦的气息 与他那么相似 说不定这个玉葫芦 也会与他有些关系 韩森想着 却见宝抱着一堆东西 蹦蹦跳跳跑过来 宝 你怎么回来了 韩森心中惊讶 看到宝手里捧着许多食物 身上也换成了非常华丽的服饰 很有海妖族的服装特色 宝想爸爸 宝说着就跳进了韩森的怀里 粉嫩的小脸 在韩森的大脸上磨蹭 爸爸也想宝 不过宝 你来的时候 没有被蓝海星的人看到了 韩森还指望着 宝能够帮他多打探一些消息 放心吧 没人看到宝 宝把手里面的食物 递给韩森 爸爸你一个人吃得很不好 这些好吃的给你 乖 还是有女儿好 真是爸爸的乖女儿 韩森高兴的接过点心 吃了一口 就把玉葫芦递给宝 你看看认不认得 这是什么东西 宝接过了玉葫芦 拿在小手里面摇晃了一下 随后头朝下一拍 顿时只见那玉葫芦顶端 有水一样的东西流了出来 韩森看得有些惊讶 原本他以为这玉葫芦是实心的 没想到里面真的会有东西 从葫芦里面流出来的东西 看起来有点像是水 不过仔细一看 却又不是 那些液体流出来之后 竟然没有落向地面 而是悬浮在空中 像着一起会集 不多时 就形成了一代飘飘的仙子 只是那仙子 却全部由水一般的液体凝聚而成 倒是有几分像是韩森 使用本源水防体的时候 这是什么东西 韩森看得惊奇 给爸爸喜香香 宝举着玉葫芦 对那水仙子说了一声 水仙子顿时飘到了韩森身前 轻柔地包去韩森的衣物 手指滑动之间 水气自动凝聚 包裹住了韩森的身体 让韩森有种泡在温泉中的感觉 水仙子在韩森身后按摩肩膀 让坐在那里的韩森 感觉非常舒服 可是却有些失望 这只是一个侍女吗 在黄继格花费了那么大的心思 冒着暴露身份的威胁 如果只是弄回来一个侍女的话 韩森问道 宝举着玉葫芦对着椅子一照 嘴里面喊了一声 打他 水仙子顿时冲了过去 可是液体凝聚而成的身体 一下子被椅子刺穿 除了使那椅子移动了一些之外 并没有能够形成伤害 看来不行 宝摇了摇小脑袋 这不会就是圣祖的专用侍女吧 黄继始祖不会那么无聊 留下这么一件东西 给他的后人吧 韩森上下打量着水仙子 宝让水仙子过去 给他按摩肩膀 水仙子非常听话 似乎没有自身的意识 如同一个高级的木偶般 开启了紫蝶神童镜之后 再看水仙子 韩森顿时有些吃惊起 水仙子的身体 竟然是纯粹的能量粒子 而且结构非常紧密玄奥 不逊色于韩森见过的 那些神话强者凝聚出的力量 奇怪 这么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没有杀伤力 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 韩森看着水仙子暗自沉思 宝却是玩得不亦乐乎 命令水仙子一边给他按摩 一边拿东西喂他吃 玉葫芦要怎么用 韩森想了想问吧 打算先弄清楚玉葫芦的用法 再慢慢研究 很简单啊 只要把气息注入到玉葫芦之中就可以了 宝把玉葫芦还给韩森 离开了宝的手掌之后 水仙子顿时散开 如水流般 倒涌回了玉葫芦之内 韩森之前已经尝试 拨往玉葫芦里面注入力量 不过玉葫芦根本没什么动静 现在又是了事 却发现注入力量之后 玉葫芦竟然有了动静 那个水仙子 随着韩森的意念 又从玉葫芦内涌了出来 这东西还真是有点神奇 可惜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 韩森尝试了几次 确定可以随心意控制水仙子之后 这才把玉葫芦和水仙子都收了起来 宝 有没有从蓝海星那边探听到消息 韩森看向宝问道 宝点点头 他们和白衣约定了 在下个月的9号一起去开启圣祭 还说白衣同化了外族基因 而且还没有同化完成 到时候圣祭会选择白衣的几率很低 他们则可以趁机彻底掌控圣祭 他们有没有说圣祭是什么东西 韩森心中一喜 连忙追问道 没说 宝摇摇头 很好继续探听消息 有情况再找机会通知爸爸 韩森笑道 保证完成任务 保表情严肃地向着韩森进了一个军领 很好 你是人民和祖国的骄傲 也是爸爸的骄傲 韩森好不容易才把宝火给去 随后再思索 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 有小红鸟跟着保 倒是不用为他担心 现在自己却是最麻烦的 他也没有想到 开启十足十相 会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现在整个黄鸡族都被惊动了 短时间内 肯定会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 以白衣的幸福 露了这么大的脸面 绝对不可能会窝在家里装低调 我得出去走动走动才行 韩森思索着 自己应该去哪里 目光落在血麒麟身上 韩森顿时眼睛一亮 对啊 先把血麒麟注册成为我的轻微骑士 再去地园抢夺主跟地龙 在地园中 都是皇子皇女 不会遇上神话强者 既可以露露 又不会过多的暴露在神话强者面前 还能够掠夺资源 对 就去地园 韩森是说做就做 直接就带着血麒麟 去注册轻微骑士 直奔地园而去 皇子殿下 白衣出来了 带着那头血麒麟 去注册了轻微骑士 现在正在前往地园 皇宇殿下 白衣带着血麒麟去了地园 几乎是相同的报告声 在不同的宫殿内响起 一时间 不少皇子皇女 都动身前往了地园 他们都想知道 白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参戊始祖 实现这件事的动静太大 让诸多皇子皇女 都对于白衣生出了戒心 终于出来了嘛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韩森还是白衣 静夫人透过一面巨大的镜子 正看着韩森在地园内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韩森戴在手指上面的那枚戒指 是韩森戴在手指上面的那枚戒指